隨著技術不斷推進 WiFi 6 跟 Mesh 可說是目前在選購時最常聽到的名字 本集邦尼將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更接近未來世代的路由器如何選擇 同時也隨著 Wi-Fi 6 逐漸普及 想要更快的網速連接速度早就已經不是夢 但想要又快又廣的 Wi-Fi 環境 市場上的解決方案卻相對比較少 本集邦尼要帶來的 是由華碩所推出的 全球首款 Wi-Fi 6 網傳網路系統 AI Mesh AX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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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加入邦尼邦尼 Facebook 討論區 邦尼接下來測什麼 跟專屬好康 全部都在邦尼討論區 也別忘了訂閱邦尼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產品評測 如果你家是頭天錯 或是家裡頻數超大 又或者是家裡很多牆 那在搭建 Wi-Fi 環境時 一定會更加頭痛 家裡很大 但網路到處都不好 以往解決方式 就是買更高功率 號稱能夠穿牆的 Wi-Fi 路由器 不過再怎麼穿 如果家裡隔了太多水泥牆 或是水泥牆太厚 高功率的路由器方案還是沒辦法有效解決 所以為了解決這些狀況 Mesh 就此誕生 Mesh 的中文叫做網狀網路系統 簡單來說 如果你們家超大 一樓有超大的客廳 廁 廁所 書房 跟廚房 二樓有三間臥室 兩間廁所 一台 Wi-Fi 機肯定不夠 這時候你就會需要一組 Mesh 路由器 華碩的 AI Mesh AX6100 能夠透過多台支援 Wi-Fi 6 的 RTAX92U 路由器彼此串聯 組成 AI Mesh 環境 透過多台路由器彼此串聯 讓訊號完整覆蓋你所有生活空間 你可以在一樓放兩台路由器 二樓再加上一台 這時候有人就會問啦 那我為什麼不買三台路由器就好了呢 為什麼要 Mesh Mesh 跟傳統拉三台路由器 最大的不同在於 除了主機外的兩台衛星 都不需要拉線 也就是插上電就能使用 另外就是這三台的路由器 會組成一個 Wi-Fi 系統 就像是連上同一個 Wi-Fi 一樣 彼此共用一組 Wi-Fi 名稱 不論你走到哪 系統會自動切換到離你最近的路由器上 不用重聯 也不用再分一樓二樓 每個樓層不同 Wi-Fi 連上一個 Wi-Fi 帳號 就能搞定一切 同時 華碩的 AI Mesh AX6100 Wi-Fi 系統是有兩顆 或是可以在架構達成兩顆以上的 RT-AX92U 所組成的 AI Mesh RT-AX92U 是一款擁有三屏的路由器 什麼是三屏呢 簡單來說 組成 Mesh 的路由器 可以分為雙屏以及三屏 雙屏就是擁有一個 2.4GHz 以及一個 5GHz 兩種頻段的機種 而 Mesh 在彼此串接時 會佔用其中的 5GHz 頻段 所以相對也會影響到網路的使用體驗 而像華碩 AI Mesh 所採用的 RT-AX92U 就是三屏路由器 在配置上則是擁有一個 2.4GHz 以及兩個 5GHz 當衛星跟主機在連接時 用的就會是多出來的這個 Wi-Fi 6 5GHz 通道 讓衛星通過 Wi-Fi 6 的通道連接 讓連線更穩定 邦尼認為會是相對完整的 Mesh 解法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RT-AX92U 在組成 AI Mesh 時 會將 Wi-Fi 6 保留給 AI Mesh 中的節點傳輸 邦尼稍後也會再跟大家說明 如何在 AI Mesh 中 將 Wi-Fi 6 的訊號釋放 比較特別的是 有別於別家的 Mesh 華碩家的 AI Mesh 能夠結合家中已經有的華碩中高階路由器機種 只要透過軟體升級 就能直接跟 RT-AX92U 或是任何支援 AI Mesh 功能的無線路由器機種配對 即使之前已經購入中高階路由器的使用者 也可以加入到 AI Mesh 系統中繼續服務 除此之外 邦尼還是必須幫大家複習一下 什麼是 Wi-Fi 6 大家在選購路由器時一定有聽過 802.11 後面接上 AGBN 或是 802.11ac 吧 Wi-Fi 6 又稱為 802.11ax 是最新一代的 Wi-Fi 技術 也是從 Wi-Fi 6 開始 Wi-Fi 聯盟才想通 消費者根本永遠不會知道 AGBN 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才想到把第六代的 Wi-Fi 標準 802.11ax 定為 Wi-Fi 6 雖然來得晚 不過至少也還是來了 因此作為應付未來網路需求的 Wi-Fi 6 除了必須擁有應付未來 AR、 VR 以及 8K 等等大流量傳輸需求之外 隨著智慧家居不斷普及生活 Wi-Fi 6 也必須擁有更好的多裝置連接性能 簡單來說 Wi-Fi 6 是一個為了次世代網路需求而生的全新標準 而隨著時間來到了 2019 下半年 市場上支援 Wi-Fi 6 的裝置也越來越多 就以行動裝置來說 還記得邦尼上半年介紹 Wi-Fi 6 時 只有三星家的 Galaxy S10 系列有支援 到了下半年就加入了 Galaxy Note 10 系列 以及 Apple iPhone 11、iPhone 11 Pro 系列 也能預期明年開始 Wi-Fi 6 應該會陸續出現在各家機種上 也期待其他品牌盡快加入囉 而 Wi-Fi 6 的主要提升 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面向 首先一定是更快的傳輸速度 在傳輸速度上 華碩的 RTX 922U 就是一款支援 802.11 AX 組成 Wi-Fi 6 的路由器 在速度上相較起上一代的 Wi-Fi 5 RT-AX 922U 在總網路速度上達到 4804 Mbps 速度上提升了 2.7 倍 第二個部分則是應付更多裝置的多人傳輸 RT-AX 922U 的 Wi-Fi 6 也支援 Mu-MIMO 以及 OFDMA 技術 Mu-MIMO 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Mu-MIMO 能夠在多裝置傳輸時 同時開啟多個傳輸通道 讓多裝置同時傳輸時有更好的效率 那什麼是 OFDMA 呢 想像一下 路由器就像是一台貨車 今天有三個包裹要送到三個地方 上一代的 Wi-Fi 5 在運送時必須開三趟的車 分別把包裹送到 A B C 三個地方 就算三個地方很近 或是只有三個幫你恐龍 的頭盔要運送 都有開完三趟 而 Wi-Fi 6 的 OFDMA 技術 則可以把好幾個包裹一次裝進同一台貨車裡 然後直接送到三個地方 簡單來說 OFDMA 是一種將多台裝置訊號 捆綁在一起的技術 能夠降低延遲外 也能加快傳輸速度 整體來說 華碩的 AI Mesh AX6100 就是一款擁有次世代網路需求的 Wi-Fi 6 以及搭載能夠啟用 Mesh 並且解決大屏數 或是透天做需求的一台路由器 在傳輸上透過 Wi-Fi 6 進行 AI Mesh 節點的連結 並提供更大面積的網路覆蓋 說到這邊 大家應該都已經初步了解 Wi-Fi 6 跟華碩的 AI Mesh 到底是什麼了吧 接著來說說外觀設計 在 AI Mesh AX6100 的 Wi-Fi 系統當中 華碩採用了兩台 RT-AX92U 組成的 AI Mesh 網路 兩台都是完整的 RT-AX92U 不用分主機還是衛星 華碩也有提供單台販售 所以不論你是只需要一台 或是想加購的使用者 在選購時都不用分 每一台都可以是主機 也可以是衛星 在設計上 RT-AX92U 集成在一個相對小巧的機身當中 更方便隱藏在家中的各個角落 但實際上 RT-AX92U 採用了華碩非常經典的不規則立體幾何設計 ID 並且搭配上圖騰造型的散熱設計 而在天線配置上 RT-AX92U 擁有六天線 兩隻藏在機身內 四隻則是擺在外面 可以平收在機身上 從頂部來看 整體設計相當俐落 當然你也可以展開四隻天線 更有利於訊號覆蓋 在機身設計上不用多說 雖然相對小巧的機身方便隱藏收納 不過邦尼自己一定是會把它擺出來 頂部的一圈亮黃偏金點綴 更是讓它除了現代感十足 也顧及了家中擺設的時尚感 整體來說 華碩的路由器在機身質感上還是相對成熟 而在機身配置上 前方擁有邦尼非常喜歡的白色 LED 指示燈 左側部分擁有 WPS 按鈕 一個 USB 2.0 接孔 以及 USB 3.0 接孔 右側什麼都沒有 在背後從左到右 則是包含了重置按鈕 電源按鈕 電源輸入孔 並且在每一台 RDAX 92U 上 都擁有了一個 Gigabits 的 WAN 以及四個 Gigabits 的 LAN 整體來說 RDAX 92U 雖然機身相對小巧 不過在接孔上還是給的相對完整 在設計感上還是滿滿的經典華碩風格 實際體驗上 邦尼就先從設定 AI Mesh AX6100 說起 在設定上一樣非常簡單 只要將 RT-AX 92U 隨附的網路線 一頭接上 RT-AX 92U 上的 WAN 接孔 另一頭接上加裝寬屏 例如重X 電信的小烏龜 接著就可以直接透過手機下載華碩路由器 App 進行設定 設定上也非常簡單 下載完成後 只要點選右上角的加號 選擇設定新的華碩裝置 接著等待 App 自動找到你新買的路由器 再點選你的路由器就能自動連接 在設定上你可以點選開啟設定 並且填入 PPPoE 帳號密碼 或者點選底下的進階設定 直接透過 DHCP 取得 IP 位置 接著設定你的 Wi-Fi 名稱 你可以選擇 Smart Connect 讓 2.4GHz 以及 5GHz 名稱合二為一 系統會自動分配最好的網路選擇給裝置 如果沒有特殊需求 邦尼建議選擇 Smart Connect 就好 讓系統提供最好的選項 給你不同的裝置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經過邦尼測試 因為 AI Mesh AX6100 是由兩組 RT-AX92U 組成 所以在 Mesh 模式的 Smart Connect 之下 系統會將 Wi-Fi 6 保留給 AI Mesh 的連接通道 如果你還是想要連接 Wi-Fi 6 只能將訊號分開來 並且取消 Wi-Fi 6 的 5GHz SSID 隱藏 這時候才可以成功連接到 Wi-Fi 6 不過畢竟 Wi-Fi 6 的頻段預設 是保留給 AI Mesh 進行傳輸 所以邦尼建議 將有支援 Wi-Fi 6 的裝置連上就好 盡可能保留完整頻段給 AI Mesh 接著只要等待路由器重新啟動就完成啦 再來系統會詢問是否要新增 AI Mesh 節點 這時別急著把衛星擺進訊號不好的房間 可以先在主機旁邊接上衛星的電源 並且開機設定 在設定的速度上也會比較快 等設定完整後 只要拿到要放的位置 插上電源就能直接使用囉 接著你就可以在 APP 選擇新增其他節點 然後選擇你另一台 RT-AX92U 再點選套用 等待幾分鐘就完全完成啦 值得一提的是 衛星跟主機應該要怎麼擺放呢 很多人會把衛星直接放進訊號不好的房間 不過邦尼則是會建議 放在主機跟訊號不好的房間中間 才是更好的選擇 原因是大家別忘囉 衛星是必須跟主機進行傳輸 所以衛星如果能接收到完整的訊號 才能將更完整的傳輸性能 覆蓋在訊號不好的區域 所以在擺放上 會是類似訊號接著訊號的覆蓋 而不是衛星放在哪 哪裡訊號就會突然變好 整體來說 在設定上還是相對簡單 只有三個步驟 就是選擇網路連線方式 填入你要的 Wi-Fi 名稱 以及管理員的帳號密碼 其他的就是一直點下一步就可以囉 而在附加功能上 華碩的路由器其實還是非常齊全 在 APP 就可以設定大多數的功能 不過為了方便邦尼講解 邦尼還是透過電腦版本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是在登入上 只要在網頁輸入 router.asus.com 系統就會自動導入到華碩路由器的控制台 進入控制台後 可以看到在左側的選單中 RT-AX92U 有內建華碩跟趨勢科技合作的 AI Protection 智慧安全防護 能夠即時攔截惡意網站 阻止DDOS 攻擊 或是將受感染的設備進行隔離 重點是 這套安全防護是永久免費的終身授權 接著是 Adaptive QoS 你一定有遇過家中網路突然變慢 影片突然撥不動的狀況吧 大多數的狀況不是網路斷掉了 而是有人佔用了所有頻寬 所以如果你的網路環境有多名使用者共同使用 那就別忘記開啟 Adaptive QoS QoS 是一個智慧流量管理的系統 開啟後你可以設定不同使用狀況下的優先級 例如遊戲優先 影音優先 或是你也可以自行客製化優先級 讓頻寬被合理分配 不會大家都卡住動彈不得 同時如果你是遊戲玩家 除了可以開啟 QoS 進行流量管理之外 華碩也提供了 RTAX-92U 內建的 GameBoost 以及一組終身免費的 WTFast GBN 帳號 能夠透過為玩家專屬開啟的私人網路進行網路連接 讓遊戲時的網路連接更為順暢 接著 RTAX-92U 也擁有爸媽的利器小孩的噩夢 家長電腦控制程式 只要透過 AI Protection 當中的家長控制選項 你就可以設定每一台裝置限制瀏覽的網站 以及限制個別裝置能夠使用網路的時間 讓特定裝置的網路在非開放時間就自動失效 幫助時間管理 而其他裝置都不受影響 而其他更多的應用 包含了 DHCP 設定 虛擬伺服器 DMC IPv6 VPN 等等 華碩的路由器在功能上還是非常完整 最後邦尼也簡單測試一下 首先是單路由器 以及加入 AI Mesh 後的連接速度測試 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在 Wi-Fi 6 連接之下 Galaxy Note 10 Plus 確實可以達到 Note 10 Plus 支援最高的 1.2 Gbps 我們一樣透過平面圖 讓大家大致了解格局 邦尼這次一樣將主機放在客廳的位置 衛星則是放在旋關左側的位置 讓訊號可以補牆 並覆蓋左半邊的工作區域 而在差異上 邦尼直接透過圖表讓大家容易看懂 首先是在客廳裡主機 1 公尺進行測試 在連接 AI Mesh 前後 都是 Note 10 Plus 的最大連接速度 1.2 Gbps 接著是隔一道牆的辦公區部分 因為在加入 AI Mesh 之後 辦公區還在主機的管轄範圍 所以數據也是一致的 差異比較大的 會是左下角有後水泥牆大片遮擋的拍攝間A 速度從原本的 204 Mbps 提升到了 648 Mbps 其他兩間也都從 400 Mbps 來到了 720 Mbps 第二個測試項目 是 RT-AX92U 單主機本身的 Wi-Fi 6 及 Wi-Fi 5 的連接速度測試 邦尼也提供在每一個空間當中 單主機 802.11 AX Wi-Fi 6 跟 Wi-Fi 5 802.11 AX 的連接速度測試結果 可以參考以下的平面圖 其實從結果上可以看到 圖片來說 Wi-Fi 6 憑藉著更高的連接速度 相對於在減損後的連接速度 還是會高於 Wi-Fi 5 隨著今年各項雲端服務陸續推出 需要順暢的網路傳輸 不再只是停留在視訊或是直播 更多的雲端串流應用也即將加入戰局 Wi-Fi 6 也從今年開始正式登錄手機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 iPhone 11 iPhone 11 Pro 或是三星家的 Galaxy S10 Note 10 系列機種 現在就能直接使用 可以預期的是 Wi-Fi 6 很快就會成為旗艦標配 搭配上各式的新型態服務 例如 Apple 已經隨之推出的 Apple Arcade 的遊戲訂閱 以及 Apple TV Plus 影視服務 或是 Google 家才剛推出不久的 Google Stadia 雲端串流遊戲 也能看到更多服務都在朝著雲端串流邁進 以手機遊戲的發展來說 或許不再是無上限的撐高手機效能 透過雲端串流的遊戲也即將登錄 如果你正在尋找一台更接近次世代網路需求 或是想讓家中網路環境一步到位的使用者 那由 RD-AX921U 所組成的 AI Mesh AX6100 就能夠一次滿足你大屏數的覆蓋需求 對了 順帶一提 好啦 本期節目結束了 不要忘記右上角對 AI Mesh AX6100 進行投票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打開小鈴鐺 即時收到最新的評測通知 當然 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d 找到我們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啦 Turkey For The All The All Speed